我近期在臺灣周邊進行軍演 對區域安全帶來嚴重的威脅 中國在臺海周圍持續軍演 二十六 二十七號連續兩天 還要在福建海域實彈演習 總統接見日本學者 再批對岸破壞區域和平 臺灣捍衛主權 及守護民主自由的決心 絕不會因為壓力和恫嚇而改變 而世界各國正在重新發現臺灣的價值 並對臺灣的安全感到憂慮 臺灣政府和人民要有保衛 臺灣的強烈意志與實力 臺灣有信心保家衛國 但必須團結一致 對比國民黨此時此刻 派副主席訪中背對岸吃豆腐 民進黨則打出美國牌 尽管外交部長吳釗燮低調不談 但二十五號晚間又有美國貴賓訪台 據了解這次來台的是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布萊克本 他在上個月底提出 臺灣民主防禦租借法 滿足臺灣國防需求抵禦中國威脅 挺臺立場鮮明 每日等國外賓接力訪台 傳出還有一個美國國會訪問團要來台 另外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也被證實要在九月再度訪台 中國軍演威脅反倒讓國際社會更加挺臺 三連新聞游日博李威廷台北報導 Block of TV 到達 za 馬來網 電aro 馬來網 ANQ 竈量 atti Gonzalez 機格 電aro 馬來自照 電aro 馬來自招貨 頂 東西 魚 8